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很高兴能在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 这次的总会大会上与各位共居一堂 无论你们身在何处 我们都感受到你们的信心和爱 鼓舞人心的教导 有力的见证和优美的音乐 使我们备受启迪 我鼓励各位继续努力 使自己有资格回到天父和耶稣基督面前 无论各位正在圣约道路上的哪个位置 都会遭遇困难 无论是今生肉体上的考验 或是撒旦的敌对势力 正如我以前对母亲抱怨某件事 有多困难时她对我说的 她说 哦 哈尔 当然很难 本来就是这样 人生是一场考验啊 她可以那么平静地说 甚至面带笑容 是因为她知道两件事 也就是无论是什么困难 能返回天家与她的天父在一起 才是最重要的 她也知道 透过对救主的信心 她可以做到 她感觉 救主与她很接近 在她知道自己十日不多的期间 她躺在自己的卧房里 跟我谈到救主 有一扇通往另一个房间的门 很靠近她的床 她谈到自己快要去见救主时 面带微笑 平静地看着那扇门 我依然记得我看着那扇门 想象着门后的那个房间的情景 她如今在灵的世界了 她在经历多年的肉体考验 和个人试炼时 始终都专注于她想获得的奖赏 她留给我们鼓励的传承 摩诺乃书第七章里的话语 最能贴切描述这种传承 摩尔门在其中鼓励她的儿子 摩诺乃乃和她的人民 这是对后代子孙的鼓励传承 正如我母亲留给她家人的 摩尔门把那项鼓励的传承 传给所有下定决心 要通过城市考验 而使自己配得永生的人 在摩诺乃书第七章的前几节 摩尔门首先为耶稣基督 天使和基督之灵做见证 基督之灵让我们知道善恶 这样我们才能选择正义 他将耶稣基督放在首位 所有后继的人也都这么做 他们鼓励那些朝着返回天家之路 奋力向前的人 他说因为根据基督的话 除非对他的名有信心 否则无人可以得救 所以这些事若已停止 那么信心也必已停止 世人的情况就非常可怕 因为对他们而言 就好像从来没有救赎一样 但是看了我心爱的弟兄们 我断定你们的情形会较好 由于你们的温顺 我断定你们对基督有信心 因为你们如果对他没有信心 就不配算在他教会的人名中 摩尔门明白 温顺是他们信心坚强的证据 他也明白他们需要 依靠救主 他注意到了那份信心 借此鼓励他们 摩尔门继续鼓励他们 帮助他们明白 他们的信心和温顺 会培养出他们对于 能成功克服困难的安心和自信 我心爱的弟兄们 我要再次跟你们谈谈希望 除非你们怀有希望 否则怎么得到信心呢 你们应当希望什么呢 看啊 我告诉你们 你们应当希望 靠着基督的赎罪 和他复活的大能复活 而得到永生 根据那应许 这希望要因你们对他的信心而实现 所以人必须有信心 人若要有信心 就必定要有希望 因为没有信心 就不会有任何希望 看啊 我在告诉你们 人除非心里温顺谦卑 否则不可能有信心和希望 摩尔门接着见证 他们将会获得这项内心充满 基督纯正的爱的恩赐 借此鼓励他们 他向他们说明 对耶稣基督的信心 温顺 谦卑 圣灵 和获得永生的坚定希望 是如何一起发生作用的 他这样鼓励他们说 因为 除了心里温顺 谦卑的人以外 没有人能在神前蒙接纳 人若心里温顺 谦卑 必 借着圣灵的力量 承认 耶稣是基督 就必定有仁爱 因为 他若没有仁爱 就算不得什么 所以 他必定需要有仁爱 回顾过去 我如今了解到 当我母亲在回天家的路上 奋力挣扎时 仁爱这项恩赐 也就是基督纯正的爱 巩固 引导 支持 并改变了他 仁爱 是恒久忍耐 又有恩慈 不嫉妒 不张狂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亦被激怒 不动恶念 不在罪恶中快乐 只在真理中快乐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所以 我心爱的弟兄们 你们若没有仁爱 就算不得什么 因为 仁爱 永不止息 因此 要固守着仁爱 那是一切事物中 最伟大的 因为 一切事物 终必止息 然而 仁爱 是基督 纯正的爱 这种爱 永远持守 凡在末日 被断定 有人爱的 它的景况 一定很好 所以 我心爱的弟兄们 要全心全意 向父祈求 好使你们 满怀 父 赐给他儿子 耶稣基督的 真正信徒 的这种爱 使你们 得以成为 神的儿子 使我们 在他显现时 像他一样 因为 我们必得见 他的真体 使我们 怀有 这个希望 使我们 被洁净的 像他 一样 纯洁 我很感谢 摩尔门的榜样 和教导 所带来的 鼓励 我母亲留下的 传承 也同样 祝福了我 从亚当 到 现代的 众先知 透过他们的 榜样和 教导 巩固了我 基于对我所认识的 个人 和他们家人的 尊重 我选择 不去细数 他们 遭遇的困难 的详细情形 也不想公开 谈论他们 美好的恩赐 然而 我所看到的 已经鼓励了我 让我变成 更好的人 我冒着侵犯妻子 隐私的风险 要简短 谈谈我妻子的 鼓励行为 我会谨慎地这么做 她是个 注重隐私的人 她不寻求 获得赞赏 也不重视 我们已经结婚60年了 由于那样的经验 下列这些经文词汇 像是 信心 希望 温顺 持守 不求自己的益处 喜欢真理 不计算人的恶 最重要的 仁爱 我现在 都已经明白 他们的意义了 基于那样的经验 让我得以见证 人们 只要在灵性上成长 去克服生活中的种种挑战 就能 将所有那些美好的理想 融入日常生活 千百万正在聆听演讲的你们 都认识这样的人 你们许多人正是这样的人 我们大家都需要这些鼓舞人心的榜样 和充满爱心的朋友 身为 姐妹施助者和弟兄施助者 当你坐在 施助对象 身旁时 你代表了主 请想想 他会说什么 或做什么 他会邀请他们 归向他 他会鼓励他们 他会注意到 他们正在开始 做必要的改变 并给予称赞 而且 他会成为 他们效法的 完美榜样 还没有人 能完全做到这些 但是 借着 聆听这次大会 你会知道 你正朝着目标前进 救主 十分清楚你的困难 他知道 你有极大的潜能 能在信心 希望 和仁爱上成长 他给你的各种 诫命 和圣约 并不是为了控制你 而给予的考试 他们是 能提升你的 一种恩赐 朝着获得神 所有的恩赐 和返回 爱你的天父 和主面前 迈进 耶稣基督 为我们的罪 偿付了代价 如果我们 对他有足够的信心 愿意悔改 并成为像小孩子一般 保持纯洁 并准备好 接受神 所有恩赐中最大的 那么 我们就可以要求 获得永生 这项恩赐 我祈求 你们会接受 他的邀请 也会向 天父的其他儿女 提出这项邀请 我为世界各地的传教士 祈祷 愿他们受到启发 得以鼓励 每一位想要接受 并相信这项邀请的人 知道这项邀请 是来自耶稣基督 是透过承受 他的名的仆人 所提出的 我见证 他活着 他带领着 他的教会 我是他的证人 罗素纳尔逊会长 是神赐给全世界的 活着的先知 我知道 这是真实的 奉 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阿们